好 转转持续带你来关心 目前记得所在位置就是柯文哲的住家楼下 而随着柯文哲呢 被积压已经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现在整个金华城的容积率弊案呢 似乎也进入了收网的阶段 不过呢 就在这个时候 柯文哲的父亲现在传出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 那也住进了家户病房 那对于这件事情呢 其实柯文哲这边其实也向台北看守所来申请 借户来探视 不过这件事情昨天呢 民众党是证实有申请 不过没有证实有没有去探视 但在晚间的时候呢 台中市府顾问蔡碧如呢 他就有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到 确实柯文哲已经在10月18号的晚间 前往台大医院探视他的父亲 那当时候呢 也透过朋友把柯文哲爸爸的病例 带到这个看守所里面 让柯文哲来看 那对于这件事情呢 稍后民众党的立元党团主任陈正涵 也会再度出面受访 我们都会持续带您掌握 而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整个民众党呢 他现在对于柯文哲 整个被羁押的状况 还是强调他是清白的 并且认为这些都是执政党的政治迫害 那他们甚至想要在10月27号的时候 举办一个卫生节的集会活动 那题目就定做赖政府搞什么鬼 那是呼吁所有的支持者可以一起出来 分享对于赖政府的看法 到底他们做哪一些事情 不过呢 这样的活动宣传一出现呢 就让所有的 不管是支持者是来相挺 或者是另一方面 也有人来嘲讽 其实民众党自己才是有各种奇怪的事情发生 包含了政治现金 疑似有人头账户 甚至日前呢 还被爆出了有党工的这个薪资 疑似被扶报短报的状况 那这件事情民众党也有证实 那他们也是持续呢 在把这个状况来厘清 并且来跟监察院做补申报的状况 那其实呢 随着整个精华城案收进入尾身 柯文哲很可能会在最近被起诉 甚至是有可能掩压的状况 那据了解 柯文哲的妻子陈佩奇 现在也已经请好律师 就是呢 担心接下来会不会 他也从证人变成被告的问题 来做一个预防性的准备 而我们也会持续在第一现场 带您掌握最新的消息